整体躯干以下大概有30%恶毒的烧烫伤 另外它颈椎有受伤 有一个颈椎引起的一个spinal shock 神经性休克的状况 目前血压不是很稳定 所以还是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的状况 火车伴随有浓烟 货车烧到只剩下骨架 初步判定是货车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没有保持好距离 导致后方的油罐槽车撞上 立即起火燃烧 车上两个人受伤送银后 目前情况稳定 不过另一名51岁的货车驾驶 不排除有生命危险 根据了解 油罐车上装的并非是有毒的化学物质 不过谨慎起见 警方一度封闭了道路来处理 目前已经开放双向通行